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民意党的机制呢 到底是苏贞昌宣布参选 就笃定会提名他 还是真的会办一个初选 在有其他人也要参选的状况之下 蔡英文接下来除了新北市 很多人参选之外 台北市会不会也有人纷纷跳出来 其实之前郭宽敏也提过 要陈师梦来选台北市市长 所以至少范绿这边 在台北市市长的候选名单 当中先又多了一个周博雅 有一个陈师梦还有一个苏贞昌 最后要如何协调出现 我插一句话 请他们通通把他辞掉 辞掉什么 市议员立委什么的 要选了通通辞掉 就辞掉啊 因为年底选市长的时候 同时要选市议员 所以周博雅 如果他真的要选台北市长 市议员就不能选了 对他就不能选市议员 你就同时宣布说 我台北市议员我不连任了 因为我记得他 五连任还六连任 他要被提名才可以啊 林老师 我说他想选台北市长可以 他现在是党内初选而已 他要被党提名才可以啊 那我同时宣布 他说要破釜成舟啦 一句话这样说不 全力以赴啦 你要说破釜成舟啦 破釜成舟啦 立委是要讲给丁守中听的啊 我立委我不干啊 我就是拼台北市长的提名啦 提名输了 我立委我也不干啦 也讲给张壮熙听 都同样啦 讲给好多人 讲给杨时秋听 不要准蓝绿一致 不要说我选不会算 有提名我就去选 没提名就算了 有提名去选 选输了 就回去干原来的职务 不要来这一套 太难看太丑陋了 健保欠那个钱 那个叫欠钱 那个是在台北市的市库里面 是他没有往上缴 所以缴在那边 那打官司台北市政府 通通都输 所以台北市有很多 房地产土地什么的 都被健保局这个夹资本 都扣起来 可是啊 苏正当欠了600多亿 台北仙库已经600多亿不见了 是负债 负债中 这两个差别 有没有一样 你说一个花掉了 一个还没有还债 一个在那里啊 一个钱是在那里 那个钱不是 马英九或海老兵搬回家 他没有搬回家 是在市库里面啊 只是没有脚而已啊 可能花去别的市政县社区的 可是这个钱是花掉了 马英九有没有举其他的债 也许未来可以一起检验 是谁在混为一谈 是你在混为一谈 不是我们在混为一谈 好 先进广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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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